中文人數的 contradictory 節奏 你都可以留意 那只會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其實早兩天都是政策 政策公布了甚麼呢 是一個五年的全民健身計劃 整體利好住一些生存品股 所以它也弹过上来 体育用品股全部都弹过上来 早两天 另外其实是偷博 由于其实它本身主要是做一些 体育用品的销售 它是两大品牌 Like和Adidas 所以其实相对上 我相信会挺受着这个政策的支持 再加上市占了来说是挺大的 占着市场份量来说 其实都挨近有16% 再加上去年来说 这么差的环境 无论是收入或者盈利 其实都维持着一个增长 今年来说 相信情况应该改善了 虽然疫情相对上是反复 但是再加上 其实曾经坐下来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拿着Like和Adidas 去帮它做销售主要品牌 所以它已经坐下来 但是你看看其实是Like 其实它的销售 其实仍然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在 在大中华区 再加上内地的品牌 其实是放不下 对于这些外资品牌来说 相信它慢慢慢慢又会比较快 对于Tobot来说 应该是一个相对上正面一点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买一些特用品股 就会说你除了龙头的两只 都是胆 安答 李宁 黑马就是这个特步 另外如果你想博值 稳稳意见 整体上是很平稳 能够受惠着这个中长线 支持这个体育用品的政策 其实Tobot也是一个值得去考虑的一只股份 短期 你今天其实抽了大概5.0%上去 你看看 我觉得其实采取一个分注的策略 去做一个部署比较好一点 你看到它其实有一个上升裂口 在这里 上升裂口的顶部大概在10.94 底部在10.34 这些附近 所以我觉得就分注三处去买 如果大家想去找一些体育用品股去收集的话 因为你在说那些体育用品鞋 那些 其实因为抽上去 你想找一些相对上落后一点的话 Tobot Tobot 其实是 你得住 如果你想远价买 其实不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 但要小心一点 就是它是前 就是昨天来说 上升裂口 其实它曾经抽上去 破顶 当然好 如果不是 如果这些位置消化不了 那个股压的话 它有机会就是要下补上升裂口 所以其实你如果想去买的话 就应该分多几注 一注就现价买 就博去抽上去 如果抽上去的话 才向上加 如果向下 即是 站不稳了 要补上去裂口 你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去裂口的底部 甚至低一点点 你才进入第二注 第二注 第二注买完之后 你也是要 等它再抽上去 然后你才买完 第三注 是这样的策略来说 是相对上比较稳健的操作策略 我觉得 在投用品股股 整体上来说 我都觉得中长线依然是好 如果大市 那么不幸地 如果明天收下 上星期的一个收市位 有机会向下 继续去做一个调整的话 投用品股 都应该是一个避风港来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 你去到这些高位 它可能有机会 又要调整一下 也不稀奇 但是我中长线 如果调整得多一点 又是买一下收集一下 它不破顶 你便采取一个长短棍 一个部分 你便去到一个高的 range 你便估计它 另一个部分 你便放在仓上 希望坐到一个中长线的升浪 整体上 细节用品股 应该是这样的部署